檢查總長黃世民今天因為泄密案到法院出庭 他面對記者詢問有關監察院二度彈劾 以及被立法院刪除了年終獎金等問題 始終面帶微笑 不作回應 在律師陪同下再度來到法院開庭 檢查總長黃世民面帶微笑 態度卻很必要 彈劾沒有過 你覺得怎麼樣 辛苦了 各位辛苦了 年終被砍掉 你覺得 辛苦了 辛苦了 面對監察院二度彈劾案沒有通過 年終被立法院砍光等問題 黃世民都避而不談 因為就算證實保住檢查總長大位 還有泄密案的官司要打 這次出庭和承辦官書案的檢察官鄭聲援對職 兩人在庭上表情嚴肅 鄭聲援則陳述 檢察官林秀桃被約談時 確實情緒很激動 更有坦承 有接受檢察長陳守王的官說 面對特徵組長楊榮忠爆出 鄭聲援在官書案的報告中 有見請馬總統讓前法務部長曾永夫請辭 以立案件偵辦 鄭聲援也承認 確實出自於他的檢影 而官書案在八月三十一號 就已經定調是行政部法 這番說辭和黃世民與楊榮忠的公辭也相符 法院傳喚證聲援就是要釐清黃世民 在偵辦官書案的過程中有沒有泄密 之後將陸續傳喚特徵組的事務官和書機關作證 密集開庭 全案渴望在黃世民四月任期屆滿前宣判 解散張之辰 特報道